我們聽到的這個一連串的討論 其實我覺得我也很高興說 我們有機會來這邊比較可以知道說業界的狀況 那今天的這種其實民眾或者是民間團體 很難知道業界的狀況的那個洪溝為什麼會這麼大 其實在於剛才環保署提的那個整個 所謂修法過程的一個標準程序上面 社會是被排除的 那事實上去年的就是剛才這個儲科長講的說 我們做了很多這個做了很多調查 跟廠商也做了很多訪談等等 可是大家並不知道啊 對關心台灣的廢水的排放的狀況 今天就在這邊關心的環保團體或環保人士 或者這些地方的居民 他的心是很單純的 今天大家坐在這邊我自己是義工 我從高雄坐高鐵上來我自己出高鐵票 這個是關注這個問題 可是因為呢環保署的做法都是什麼呢 要修法其實已經木已成舟了 你們也照你的標準操作了 操作出來之後呢 已經草案也出來了 然後發個公告 讓大家知道說啊我們要修法了 來個公聽會 然後就送進去了 去年光電業的修法過程就是這樣 事實上我們只有一次的機會到 那一個會場去表達意見 那麼在這個表達意見的過程 事實上對業界的現況也非常不了解 就是說包括整個業界有的這個 譬如說你們使用的 到底都是使用些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要管 事實上我們要從源頭知道有什麼東西 那麼再來就是說技術上面 剛才我非常同意這個剛才這個工會講的 就是說其實我知道說這裡面當然有很多技術的問題要克服 甚至譬如說過去在管制半導體空污的問題的時候 也導致剛才您講的問題 我們把空污VOCS水洗下來了之後變成什麼 變成固體的廢棄物對不對 都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所以這樣的技術的困難 以及我們到底需要怎麼樣管制實程 它必須要被更充分的討論 那另一方面社會必須要有機會去了解 那包括地方的團體 發現的很多環境的問題也必須要被重視 因為大家這樣子業界或者是國家才會知道說 其實我們可能在管制裡面 地方反應的問題其實是代表我們現在管制的很多疏漏 那我們工業我們技術在能進步 其實我們對很多東西還是很無知的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特別關心這個科技電子業 事實上是因為大家都承認說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化學密集的產業 所以它用到了這麼多的化學物質 那我們對於它的環境跟健康後果的了解還是太有限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需要對於科技應用的時候 我們要等比例的對於健康跟環境 有一個合乎比例的考量 這個我早上講 我剛才講過說我去維園南開會 事實上我們的結論之一就是這個 就是你必須要做出等比例的考量 所以在這邊實質上我現在建議 環保署拜託以後要修改這個 這個修法的程序 你們的標準程序是有問題的 事實上早上那個會開完的時候 我們這個我們有些地方居民 事實上我也是第一次見到他們 他們我們各在不同的地方 但在關心同樣的問題 然後其中一個就跟我說 那個我覺得這個今天來的時候 結果就這樣子了 我們講的意見都沒有被納入結論這樣子 但是我們來做一件事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讓環保署證明說 我有開過一次公聽會 我非常合乎民主的程序 有廣納了各方的意見 那如果這樣子我們變成是什麼 我們只是來背書而已 這樣久了沒意思 那最好不要把環保團體逼到後來 大家都覺得說 啊不意思 每個人說說的都沒行 我現在就沒人要來這裡 直接去街頭見面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社會後果 所以我認為說 在日後的這種調查跟討論 必須它要有一定的 要更多元的方式 更多層次的對話 那包括今天從早上到現在大家在講的 你的修訂過程的那些報告 到底是什麼 到現在都看不到 那這個東西資訊公開 這樣子 我也希望今天我們來提的意見 是比較好的意見 我們來發問的是 也是業界覺得說很費耳的意見 好嗎 謝謝 好 謝謝